搁起山海印 鱼开天下仙 港城开海 肥美海鲜闹上餐桌 是什么美食让本地土著人人称赞 外地时刻却望而却步 潮汐之后 海边滩土还能挖到哪些宝 大圣故里连远港 还有哪些不得不吃的夜市美食 不得不看的好戏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怀口巨镇 东海明镜 江苏连远港市东连黄海 古称海州 别称港城 相传 吴承恩晚年华船至连远港花果山 在此隐居 撰写了神话巨著西游记 因此连远港还有大圣故里之称 沿河 淮北沿南运的航道 是苏北地区最古老的航道之一 沿河从南至北贯穿连远港 也是联系江淮乃至全国水运网络间的咽喉 一条谷沿河半步海州市的说法就由此而来 大家好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珊珊 大家好 是连远港市电视台的主持人许佳佳 欢迎璀璨 古约悠扬 我们现在所乘坐的画坊呀 正细是在已经流淌了一千多年的沿河之上 沿河不仅承载着大云河原文化的厚重历史 如今也是港城夜经济的一个新亮点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美景观看精彩演出 而且还是港城市民的夜宵圣地吃货天堂 我们看到在沿河的中央啊 以光影为幕 水雾为常 正在进行着一场精彩绝伦的喷泉演绎 让我们一起坐于画坊之上来一场穿越之旅吧 江生伴着灯影 棉雾在河中生腾 鱼音在沿河营绕 沿河水运国朝夜沿火爆开眼 而同样火爆的还有沿河巷夜市 每天下午五点开始 近千张桌椅轮轮轴翻台 数万名时刻摩肩接踵 收获港城最佳美食基地 苏北第一鲜等美名 沿河巷的这个美食可是真不少啊 是的 你看光这个夜市啊 就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 不过既然来林云港 一定要带你尝尝咱们林云港本地的小吃 走 炒凉粉 外酥里嫩 保留其中的绿豆清香 混合蒜香酱汁 清爽解腻 梅花糕色泽又人 软糯香甜又甜而不腻 从小波波里蒸出来的海舟水糕 因为有步步登高的美好寓意 几乎所有重要的仪式活动都离不开它 它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口感 我还以为它会是糯糯的 或者是比较松散的蛋糕的口感 但它其实有点像馒头的有嚼劲 是的 但是没有馒头的那种干涩感 搁起山海硬 鱼开天下鲜 为期三个月的伏计修鱼期刚过 缩子蟹 皮皮虾等等数不清的虾冰蟹酱 闹上了连云港来的餐桌 连云港有江缩海鲜第一大势之称 这个时候不怕缩子蟹吃过瘾 就算白来连云港 这个是我们当地产的缩子蟹 现在这个蟹也是最回的时候 这个是叫姑娘蟹 这一块的话回度非常好 从这里看出来 它这个发点房有高了 早上三点前后补的东西 然后现在到我们这边来了 你看 它扒住的都不太好了 经过三个月的休育期 刚刚开海捕捞上来的海鲜 肉质不仅饱满 还非常鲜嫩 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或蒸或煮 一盘盘海鲜满足着食客们的味蕾 哇 这个海鲜大开也太丰盛了 是的 你看特别多的是什么 是螃蟹 因为8月1号咱们连云港伏计休育结束了 我们这个螃蟹 刚好赶巧了可以吃上 我们这个螃蟹吧 非常便宜 而且非常饱满 大概每天的话要买一千多汁吧 在连云港 海鲜的制作方式通常并不复杂 将清洗干净的梭子蟹 皮皮虾 八爪鱼 鲍鱼 鲲子等海鲜食材 整齐地摆放至蒸盘中 大火蒸至20分钟 浇上提前熬制的密制酱料 炖煮入味 撒上花椒 辣椒 浇淋热油即可 其实这个海鲜蛋它这个辣味非常足 而且真的能吃出来这个海鲜的清甜味 咱们观众朋友可能会经常在网络直播上看到 有网红吃那个爆头大鱿鱼 那这个就是今天刚刚还补上来的 非常新鲜 而且因为它的新鲜度比较高 所以说也很Q弹 麻辣小龙虾 香辣梭子蟹也是在盐河巷吃海鲜烧烤的必点美食 将梭子蟹清洗干净 去壳改刀分成四款 均匀火上淀粉 油温烧至五成热 梭子蟹炸至表面金黄 将葱姜蒜爆香 和蜜汁酱料一起翻炒 倒入啤酒 梭子蟹 小火慢炖三分钟 加入青椒年糕后 大火收汁 淋上红油即可出锅装寒 梭子蟹一般都是清粥 您这儿是香辣口的 对 香辣酥子蟹 也是炒出来 香气正好 这一桌子海鲜盛艳着啊 我觉得这个香辣蟹确实 是不是有什么秘质配方 这个料啊 也是厨师长 牧手了也十几二十年了 会特意非常多 夏季大排档一定离不开烧烤 在连远港 烤猪肉串更加有特色 选取东海淮猪肉 只用猪类排下的两片肉 肥瘦相间 口感细腻 它量稍微少了点 正常成年的猪只有两公斤左右 瘦回相间 烤出来非常香 也深受我们连连港当地的市民追捧 所以说港城猪肉串也比较出名的 挺好吃的 如果来朋友啊 或者什么的会带过来吃 环境比较热闹 我们就是专门从南京过来吃海间的 蛮好的 很喜欢 因为之前 前几年我来过 所以这次我们又特地又过来 就感觉他们家氛围挺好 然后人很多 非常符合我们港城人的这种口味 而且他家的食材比较好 体验了独具烟火器和夏日氛围感的海鲜大排档 来连连港还有什么必吃美食呢 还是来听听当地人的意见吧 那一定是豆丹了 豆丹 就是来连连港一定要吃的豆丹 豆丹 吃豆丹吧 豆丹是什么 记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美食 必须去一探究竟 我现在手里这个东西是我们江苏连连港的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原材料 它是吃这个大豆黄豆的叶子啊 无公害的 无毒的 天然健康的一个食品 我们当地人称叫豆丹 它的蛋白质是比流来还要高的 非常有营养价值 原来豆丹并非是一种普通的豆子 而是一种虫子 豆丹俗名叫青虫 长得和蚕很像 其实它是豆天鹅的幼虫 以豆业和甘露为食 豆丹简直就是连连港不可或缺的招牌菜 基本上连连港99%以上的人肯定会吃的 而且外地来贵宾的时候肯定会用这个去招待他们 夏季到中秋节吃这个东西是最肥的时候 先把新鲜豆丹泡水清洗干净 剪掉头部去皮流肉 起锅烧油 将大豆油烧至八成热 葱姜蒜小米辣爆香 加入豆丹肉 放入丝瓜等配菜翻炒 加入高汤 两分钟后即可出锅 加入胡椒粉 豆丹会丝瓜 口味鲜香浓郁 高汤之中融合豆丹的高蛋白和丝瓜的清香 堪称是一道闭眼入的美食 你看这个形状 是不是就很像那个豆子上的大青虫 还有点虫子的形态在 不知道你敢不敢尝一尝啊 咱们豆丹呢是连云港独有 灌云仅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在连云港也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今天来邀请你给你尝一尝 它其实跟我想象的那种大青虫的口感不是很一样 它有点像肉了 对 而且纤维很紧密 你如果你说不特意告诉你啊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个虫子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敢不敢吃这个豆丹 是的 欢迎来我们来连云港尝试一下 除了豆丹 这家餐厅还是一家以西游文化为主题的餐厅 到处可见的西游元素无一不再提醒着顾客连云港大胜顾礼的美誉 他们家主打的现捞海鲜我们今天必须要体验一下 咱们今天是不是捞到什么吃什么 要不然先捞个海鲜 你们连云港还有道菜叫文革酿肉你有没有吃过 还真的有 我得尝尝 海肠捞饭 将海肠去除内脏 切成小段 焯水去腥 用老抽 生抽 蚝油 白糖等调制酱汁 肉末炒香 加入海肠 韭菜段和少许水 出锅 浇连在蒸好的米饭上 海肠脆嫩 米饭口感软糯 海肠的新鲜配上这个东海怀猪肉这样一个鲜嫩 香得益彰 口感很好 我们可以翻开看一看啊 这个米饭到最后一底都是沾了满满的汤汁的 所以说每一口都超级满足 我们刚才那个鲜活的文革啊 包进了这个肉馅 像个大丸子一样 这个文革包肉 它这个肉馅跟刚才的那个海肠捞饭的肉 都是东海的老怀猪肉 结合在一起啊 这个肉的是入口是很有层次感的 海利豆腐汤 选取连云港当地岩石上的小海利 和当地特色水豆腐烹饪而成 清淡平和 口味咸鲜 口感爽滑 鲜活的八爪鱼 则采用生炕的烹饪方式 八秒钟的下锅时间 保障了八爪鱼口感的脆爽Q弹 鲜甜微辣的料汁 是舌尖上丰富的体验 每一颗都有一个大虾仁的海鲜饺子 口味鲜甜 口感弹牙的东方对香 时刻满足了老汤们的味蕾 诶 珊珊 那既然来的临云港 在海边吃海鲜 当然要吃最最最新鲜的 诶 那怎么才算是最新鲜呢 今天我来带你赶海 咱们赶海啊 挖到什么吃什么 今天就是最新鲜的 那肯定最够胃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家这是什么呀 这么小这能吃吗 我跟你说啊 这个叫海瓜籽 然后我们经常呢 把它就是煮成汤 然后拿这个汤下面条吃 特别鲜 海葵是一种长在海里的肉食动物 一般生活在潜水地区 有着像花瓣一般舒展的触须 有海底花朵之称 海葵逃跑极快 一产下去要稳准快 一个犹豫 海葵就不见踪迹了 来来来 一二三 哎呦 我这个跑了 完了 我那个也跑了 它跑得太快了 太快了 落潮后的海边滩涂 是小海下的宝藏基地 傍晚时分 提着小桶 拿着小铲子赶海 海瓜子 海葵 螃蟹 蛤蜊 收获 颇丰 运气好 还能和因为退潮而搁浅的大螃蟹 来个美丽邂逅 这是一只什么螃蟹啊 这就是缩子蟹 它怎么会在这个潜海区域啊 潜海区域会有它吗 偶尔会有 它可能是因为长潮的时候带上来的 就搁浅了 对 它也比较幸运 你看这边有水嘛 我们来给 来给盛阳老师看一下 我们刚带的大螃蟹 我发现蛤蜊真的是 暗窝长的 哎 你看这儿又有一个 佳佳 今天我们收获可真不少 你看 不过这些啊 我估计也不够我们两个吃的 那怎么办呀 我带你去二道街 咱们夜市场再找点 好 走 连云港干禹区老二道街 留存有干禹区几百年 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 如今街区复原和重建了小南门 严克斯 许家大院 八小姐秀楼等一大批历史建筑 承载着干禹几代人的回忆 你们去赶海了 对呀 都带了些什么 收获不小的 而且还有这个海瓜籽 能帮我们加工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我们这儿还有海葵 你们这海葵也太少了 你看我们这儿多大 给你加一点这个大的 好 好 好 这个是海瓜 海瓜籽 对 我们捞了海瓜籽 这个也不够做一碗面的 我们看我们这儿给你加一点 你再帮我加一个做碗面 这炕头鱼是什么品牌的 这是我们连岗特有的沙光鱼 这个做汤特别好喝 海葵内脏清理干净 剪成块状 与韭菜爆炒即可 沙光鱼从头部拽出内脏 直接炖汤 大火只需十分钟 就可以达到汤色纯白 味鲜肉嫩 有十月沙光赛阳汤的说法 加加 这一大桌子好吃的 除了我们港海今天的收获 还有真有几个我还没见过 这个你不认识吗 这个是我们港海葡萄的海葵 你不说真不认识了 从胖胖的海葵变成泰庄 我估计电视机前 很多观众朋友也没有吃过 所以说你替他们来尝一尝 这个口感怎么样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 海葵 这个海葵外边有一种 这个胶质的东西 那里边既净爽又Q弹 这个口感就是外面的黏糯 包裹着里面这个脆脆的筋 非常的有层次感 我发现那个小螃蟹还在土靠靠 这怎么吃啊 这小螃蟹就是刚才我们补的 因为这个小螃蟹它太小了 用来做生烟的时候特别合适 因为它小嘛 肉也比较鲜甜 配上这个生烟的料汁 就很好吃 除了海鲜 连云港干鱼特色小吃 同样不能错过 浓稠顺滑的薄粉 清凉爽口的黄凉粉 酥脆咸香的酥烧 等你来解锁 贾贾 这条夜市真的是好吃好逛 好玩好看呀 是啊 这可是二道街啊 距今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贾贾 我看到煎饼汤 我知道干鱼的特产之一就是煎饼 是的 咱们干鱼的煎饼和山东的还不一样 山东的煎饼是那个凹子转出来的 干鱼的煎饼是一下一下刮出来的 干鱼人喜欢把它叫做菜煎饼对吧 因为它放了很多菜在里面 你看又有主食又有菜还有调味料 齐活 这个煎饼的外壳已经被老板烤得很脆了 然后里面这个馅的菜还是有水分的 就是外酥里嫩 嘉嘉我发现这道街上有好多烤海苔 你不知道了吧 我们连云港去年刚停的叫做中国紫菜之都 这里的紫菜是条斑紫菜 是全国最大的条斑紫菜生产基地 海苔夹心脆 采用现烤现吃的方式 两片紫菜中间加入糖粉 芝麻 压制加热 新鲜出炉的海苔夹心脆 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好不好吃啊 好吃了 这个酱酱很好吃了 二道街不仅有吃不够的特色美食 传统小吃 深受现代年轻人喜爱的咖啡露营 时尚演绎也能在这里找到 盖鱼的主干河道清口河与二道街南北相依 岸边的咖啡露营是炎炎夏夜的好去处 我们第一次来盖鱼是吧 是的 我建议你们喝那个酒店二道街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啊 我们当地的方言 我私留在 我私留在什么意思 就非常惊艳的样子 非常好喝 味道很棒 你们尝一下感觉味道怎么样 嗯 我私留在 连云港美食以淮阳菜和海鲜为主 融合了淮阳菜 卤菜 海派菜的特色 油爆乌花以乌贼鱼炒制而成 乌贼击成交叉花刀块 搭配青红黄彩椒 口味尽爽鲜鲜 三秒钟的时间 就是首先要保证它鲜嫩的口感和洁白的色泽 花雕酥子鲜也是我们的一道创新菜 它选用我们连港那个特有的酥子鲜 然后经过改道之后花雕酒调制的汁上楼蒸制 它这个花雕酒和酥子鲜的融合也别有一番风味 又有酒的清香又有蟹的鲜香 蟹粉狮子头是淮阳菜的代表菜 精选上等五花肉粗切成颗粒状 加上葱 姜 马蹄 蛋清 蟹粉摔打上劲 沸水下锅 纹火煮三小时 盖一叶娃娃菜 防止狮子头露出水面便硬发黑 圆汤蒸煮狮子头一小时 口感软糯清香 炖出来的汤是浑浊的 在蒸制一个小时之后 它那个汤自然就清晨垫里 狮子头是洁白如玉 拿这个调梗把肉和汤一起吃的时候 既能感觉到汤的清香 而且可以解除肉的肥腻 大煮干丝也是一道淮阳名菜 陆大厨将传统的大煮干丝 创现为唐卓的九宫格干丝 增添了用餐乐趣 这是海参 鲍鱼丝 金黄火腿 虾仁 竹笋 木耳 竹笋丝 上海青 虫桃花 咱们把这个配料下锅以后 然后给它烧开 烧开之后咱们干丝房里 烫一下就可以吃 我给你讲啊 大煮干丝可是我们的淮阳菜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讲究汤鲜味美 而且这个干丝啊 切的是讲究刀工的 哇 你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这个汤是拿那个 黄油老母鸡汤调底 所以你看这个汤啊 它是黄黄的 对对对 这个大煮干丝 除了这个汤特别鲜 干丝非常的嫩之外 我发现这个食材也非常丰富 是的 我刚才看厨师啊 一共下了九种食材 不过这个食材 跟食杰也是有关系的 你看现在夏天嘛 它会有很多的青菜啊 蔬菜 但随着我们江苏的食杰不同 大煮干丝的材料也是随之调换的 自古以来 淮海地区民间就有 浮羊一碗汤 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 韩举作羊汤已经二十多年了 凌晨三点起床熬汤 已经成了它的习惯 这一口大锅就是它的战场 那一天能卖多少呀 那历百六历百天的时候 活鸡啊 接驾鱼的时候 前半份玩的卖 几只羊啊 没事 石头鸡羊吧 打羊石头鸡羊 卖到几点 到晚上九点 将羊猴 羊肉 内脏 一股脑的下锅炖煮 这口大锅每次可以煮六七只羊 但对韩举来说 也仅仅只够卖半天的 每天很辛苦嘛 从来没出来过二个 跟朋友喝酒 聚会什么都找不着啊 一家人都围着这个锅 至少熬三个小时的羊汤 洁白醇厚 最好的搭档 就是这种叫做潮牌的面食 潮牌是干于餐桌上的经典面食 将发好的面碾成薄片 抹上碎油和芝麻 刷上锋利水 贴在烤炉内烤熟 刚出炉的潮牌 面香扑鼻 酥脆可口 为什么叫潮牌 看像不像古代大臣 它上潮的时候 煮的那个牌子 那就一口潮牌 一口羊汤 这个羊汤真的是名不虚传 太香了 它家羊汤你看 这个汤是属于乳白色的 而且虽然很鲜 但是它一点都不删 这个羊肉 一点都不硬 非常的软弱 但是又有一点点的嚼劲 口感非常的好 这羊汤我可以喝好几碗 珊珊 既然你对连云港的历史 这么感兴趣 那绞杀这条路 民主路老街 你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民主路老街 可是见证了连云港的 这个发展和兴衰 而且在近代 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苏北小上海 还真是 你看这个建筑 都是民国时期的风格 那我们今天赵老川的 还是旗袍 对 跟这里相得一张 那我们一起去逛逛吧 走 民主路始建于清末民初 是海州区的商业发源地 也是连云港市历史发展变迁中的 四条老街之一 如今的民主路 不仅有多家百年老字号 还是飞夷文化聚集区 冬奥会上的手工融线花 手工皮具 剪纸 淮海系等飞夷文化 在这里蓬勃发展 您拿手的是剪纸吗 我拿手的是剪影 个人建议就是来体验一下剪影的记忆 因为它非常快就能发展 您的侧面剪影给表达出来了 剪片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听说您是 CCTV二频的消费主张栏目 所以我就特意先前剪了一个话 您是来到我们这沿海城市了 所以我将这我们海子浪花 然后给您体验出来了 管燕说 她从七岁就开始学习剪纸记忆 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儿时的兴趣爱好 成就了她省级剪纸大师的称号 在我的印象里面最深刻的话 应该是彩色的剪纸 叫海阔平渔月 这样的一幅剪纸呢 就是表演两条大鱼在海浪当中 如波而行 是我多年剪纸行业的新生 成立华今年七十多岁了 退休后她才开始接触淮海戏 作为一位儒雅的女士 成立华却夺爱反串小生 我特别喜欢这个女扮男装这个角色 所以说我唱戏的时候 专门剪了小生的行当 淮海戏的悠扬曲调 吸引来不少戏迷留族观看 这其中也不乏少年儿童 而中华民族的这一文化归岛 也必将代代相成 北国水乡 赛上江南 生态美味 云赏丹江 异国情趣 民族风貌 穿越时空 夏天看雪 看多遍牡丹江 夜色啥滋味 敬请收看2022中国夜市全攻略牡丹江